我的班长是枪王 我班长的班长也是枪王 我也一定能成为一名枪王 他是张志强 陆军第71集团军林分履中士 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陆军第71集团军林分履中士张志强 在步枪速射比赛中 20发子弹 100米的距离 25秒钟打出了199环的好成绩 被战友们称为枪王 说起张志强 大家的第一枪就是枪 班长说他这个枪王就是枪出来的 别人都说我枪得跟牛一样 但我觉得要成功 就必须认准一个目标 风雨兼臣 一无反顾 我始终坚信 我的班长是枪王 我班长的班长也是枪王 我也一定能成为一名枪王 2015年张志强被分到 有枪王群体美称的连队 听了班长讲述 连队一代代枪王的故事 成为一名枪王梦想种子 便在张志强心底生根发芽 2017年 张志强代表连队参加 旅优秀射手选拔 20发子弹打了170多环 无缘决赛 这一年他失败了 自此之后 张志强主动增加自己的训练难度 使用步枪射击 300米以上距离的目标 别人练一小时 他就练一个半小时 张志强王枪口上树立蛋壳 化水弧 负重练习 居枪的稳定性 弹壳倒了 身体动了 他就重新再来 直到把动作 练成肌肉计 我也经常看一些 关于这个射击类的数据 对于这个95钥匙 我们将扣坐力 它到底是如何去 以消这一方面 我也经常去想办法 每一次实弹射击后 张志强都会找来 连队优秀射手 帮自己分析不足 以精细化的数据 整理出一套 属于个人的射击宝典 一次次跟自己较劲 一次次失败后爬起 张志强身上 也留下了不少军工章 当射击这么多年吧 腰部的挺胖 肯定就是最多的 腰部更多的是 后座里留下来的印记 也就是我们新人常说的 一块不见血的红枝 像手指的话 留得更多的 是平常训练导致的一些伤痕 甚至虎口肺力 摸出来的体验 就是这方后的 今年张志强一百米距离 二十五秒 二十发子弹 打出了一百九十九环 成功晋级枪网 在成长的路上 他希望与更多的战友同行 也不用担心地 不停不动是一百米距离地 末不停不动是一百米距离地